第八十四集 好小子 果真有些尿性 跟叶家那老爷子有几分相想 老头自言自语地说 然后向那大汉说道 走吧 老板 你不是受叶老之托来调查一些东西的 那小子的身份不用调查了吗 不用调查了 这小子跟叶庆尘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不会错的 是叶家的种 老头回回手说 大汉点点头 然后开车离去 第二天是星期天 叶浩轩来到诊所的时候 被眼前的情况吓了一跳 只见诊所外面站满了人 这些人大都是年轻人 他们看到叶浩轩满脸兴奋地围了上来 叶老师你来了 叶老师你真的在这里住 你们 你们是做什么的 叶浩轩神色一阵呆滞 他瞠目结实地看着眼前的人 叶老师 我们都是中医院的学生 我们都是来向你学习的 叶浩轩随即醒悟 原来这些都是中医院的学生 昨天下午他讲的两节课 给这些学生的印象太深了 所以这些学生一大早 便赶到了诊所处 等着跟叶浩轩学医呢 叶浩轩不由地苦笑 眼前的学生怕是不下近百人 如果真的才进去 他今天的诊所就算是挤爆也挤不下 只是看着这些学生期盼的眼光 他点点头 然后走进诊所中 这些学生倒也知道自己的到来 给叶浩轩带来了麻烦 一个个自觉地站在一边 叶浩轩一边为病人诊断 一边向学生们解释病人的病 以及药的作用 不知不觉地小半天过去了 十点多钟 病人渐渐地少了 这些学生轮番提问 叶浩轩一一为他们耐心解答 老师 我还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不用诊脉 就可以看出病人的病症所在 有学生问 人体由精气神所组成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实际上 到了一定的程度 这些东西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叶浩轩回答 叶浩轩所说的话 学生们都用心记下了 这让叶浩轩感到一阵欣慰 能有这些热爱中医的学生学习 中医便不会没落 老师 你还会去给我们讲课吗 有学生问 这个 上一次是化了邀请我去 才教你们中医的 如果不请自来 怕是学校方面也不会同意的 叶浩轩犹豫的一下说道 那我们联名向校长请愿 让叶老师去教我们 有人说 好 就这么办 下午叶浩轩没有来诊所 坐诊的是堂进 而学生们两点准时荡来 诧异的看着唐进 怎么是你 叶老师呢 有人问 叶老师 唐进诧异的看了那些学生 中医随即醒悟 他不屑地说道 哼 你是说叶浩轩 他下午有事 所以下午 由我来坐诊 你 你也懂中医 就是 这么年轻 你以为你是叶老师啊 年纪轻轻的 就可以单独坐诊 唐进郁闷不已 他的医术很不错 好不好 他怒道 我是唐进 唐进 没听说过呀 你们听说过吗 没有 唐进只觉得一阵憋屈 他自认为自己的医术相当不错了 但跟叶浩轩比起来 还是没有一点知名度 我也是唐渊 唐进只得无奈地说 唐渊 哪个唐渊 哦 我知道 我听说过 就是宝季堂的唐神医 哦 难怪这么年轻就能单独坐诊呢 唐进这才从这些学生中找到了一些成就感 他得意洋洋的正金危坐 唐老是他爷爷又怎么样啊 爷爷医术高明 孙子未必就医术高了 一瞬间 唐进只觉得很受伤 离开诊所正打算去萧海妹那里看一下 而此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摸出来一看 却是李军林的电话 李大老板 找我有事 是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李军林做事从不拐弯抹角 他直接了当地说 谁病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看病 李军林一致 你掌管整个李氏集团 要钱有钱 要人卖有人卖 我是一个医生 你找我不是为了看病 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好吧 我是找你看病 你现在在哪里 叶浩轩抱出了自己的方位 片刻之后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呼啸而过 正是李军林的作家 叶浩轩走进去 靠在宽阔的房车中 享受着空调 喝着小酒 感叹道 哎呦 还是有钱人会享受 说吧 谁病了 如果只是一些感冒发烧的小毛病 就别来找我了 如果真是一些小毛病 也就惊动不了你也打神医了 说说情况吧 来人身份不简单吧 不然也惊动不了你李大老板 具体情况我也不大清楚 他是香港首富 生病的是他的儿子 港首富 中华灿 叶浩轩诧异地说道 港首富只有一个 那便是中华灿 家大业大 其家庭产业是港经济的重要之主 李氏家族虽然有千亿的资产 但比起他来还是差了几成 不错 正是他 李君林点点头说 你是有求于他吧 叶浩轩不屑地说 不错 我与他有一些生意上的合作 很不巧 朱家对这个生意也是虎视眈眈 而现在 他对合作方还未敲定 要么就是朱家 要么就是我 李君林也不掩饰 你跟朱家是生意上的老对头了吧 放眼整个清源 也只有朱炫明那伙跟你有的一瓶 叶浩轩点点头 对于李君林 在清源也只有朱炫明能与他并肩 这两个人都不是一般的人 只是早些年两人因唐兵而颇有闲喜 再加上家族生意是对头 所以两人注定是不能成为朋友的 在生意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我跟朱炫明交情不好 但如果共赢的话 我们就会合作 相反 如果我与他交情很好 但涉及到利益 我们也会往死里掐 李姐 这就是你们生意人 叶浩轩摇摇头 过不多时 两人来到了清源宾馆 清源宾馆是清源市唯一一家 白金五星级酒店 而此时在整个酒店的门口 站满了身着黑色西装的保镖 这家酒店已经被港首富包了下来 里里外外的被保镖围了起来 三不一港五不一少 严格程度堪比国家领导人 这些保镖对来人严格排查 即使是李军林来了也不例外 排查过后 两人才一起走到酒店的前台大厅处 而只有叶浩轩与李军林两个人 就连李军林的保镖也被留在了外面 李先生 请问今天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大厅中一位三十多岁的人盘问 这是钟华灿的管家华明杰 负责他的日常生活及行程安排 每个要见钟华灿的人 都要在这里问一番 是这样的 听说钟总的公子身体有样 所以今天我带了一名医生 来为钟公子看看 这是叶医生 李军林说着向叶浩轩一指 医生 华明杰诧异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如果不是听李军林亲口说 他多半以为叶浩轩只是 李军林的跟班或者助理 请问叶医生是什么学位毕业的 有没有获得过高等学院的授予 华明杰问 我没有获得过什么学位 我只是一名还在学校上学的学生 主修临床医疗 我所擅长的是中医 叶浩轩如实回答 中医 学生 胡闹 果真 一听到叶浩轩自保名号 化明杰神色便有些不大好看 他们公子的病比较特殊 甚至他们到美国都没有头绪 如果不是港有名的算命大师 算出钟总的贵人在大陆清远 他们也不会跑到大陆这种落后的地方来为钟哨看病的 这里的医疗条件比起港都 都有所不如 李先生 看病不是儿戏 而且钟公子的身份尊贵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为他看病的 生意归生意 请李先生弄清楚 化明杰作为管家 自然知道李军林与钟家的生意来往 他以为李军林是病急乱投医 随便找个医生来送人情 李军林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钟公子的身份尊贵 我当然不会胡来 叶医生的医术 我可以用人格保证 绝对不会比美国的一些专家差 他说他主秀中医 你见过这么年轻的中医 化明杰的神色不善地问 年龄不是关键 钟总当年成为港首富的时候 不也才三十岁的年纪 李军林说 李先生还是请回吧 我们钟总是不会同意这个年轻人 给我们少爷看病的 化明杰挥挥手道 我见过钟总之后 自然会向他解释 李军林淡淡地说 钟总不会见你们的 你请回吧 华明杰下了逐客令 华先生 好像你只是一个管家吧 你能替得了钟总做决定 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李军林冷冷地说道 你 华明杰神色已知 钟华灿身份不一般 作为他的管家 自己的身份也是水涨船高 到什么地方 别人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 只是他忘记了别人对他客气的 是因为钟华灿的原因 除去这层身份 他屁的无事 而李军林是李氏集团的掌舵人 身份比起钟华灿 虽有所不如 但也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管家 能挥之即来 喝之即去的 钟总没有空 你改天再来吧 华明杰喝道 李军林一声冷笑 直接拿出手机 拨通了钟华灿的电话 说了几句后 便急挂断 你们钟总说请我们现在上去 你有问题吗 李军林淡淡地说道 两位 请 华明杰神色中闪过一丝阴摆 但对方也是大老板 与钟华灿的身份几乎是平起平坐的 虽然是为了生意 但别人也不至于去巴结他钟华灿 所以他的身份在李军林的眼中 连屁都不是 做狗就要有做狗的觉悟 虽然有时候打狗还要看主人 但狗就是狗 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李军林淡淡地说道 然后与叶浩轩一起直上八楼 李军林 华明杰大怒 气得脸色发青 但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李军林是谁 清源是李氏家族的掌舵人 他们老板有时候也要给几分薄面 他又算得了什么东西 敢对李军林指手画脚的 走到八楼的豪华总统套房的时候 叶浩轩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 中华灿白手起家 没身份没背景 就是凭着过人的智慧 与锐利的商业天赋 成就了一个商业传奇 眼下他五十多岁 显得精神异异 极为年轻 在他身边一名三十多岁的少妇 正是他的妻子文胜雪 钟总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李军林带着不卑不亢的笑容 与钟华灿的手握在了一起 军林 前些日子 听说你父亲把生意交给你了 真有这回事 钟华灿带着淡淡的笑意说 家父年纪大了 有些事情 有些力不从心了 而且对于商场上的儿语我诈 已经厌倦了 所以才把家族的生意交给了我 李军林淡淡地笑道 嗯 李老师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不过 我相信你的能力 李氏家族在你的手中 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哈哈哈哈 钟华灿说 钟总 介绍一下 这位是叶好轩 是一位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 我听说贵公子身体有样 所以让他来帮贵公子看看 李军林向着叶好轩一直道 医生 钟华灿感觉到一阵诧异 如果李军林不介绍的话 他几乎要忽略了叶好轩的存在 钟总好 叶好轩微笑着点点头 叶医生好 不知道叶医生是国外哪家医学院毕业的 真是年轻有为啊 钟华灿笑道 不瞒中左 我还是在校学生 而且擅长的是中医 叶好轩说道 中医 你在开玩笑吧 钟华灿夫妇双双一愣 然后闻圣雪诧异地说 他没有再开玩笑 叶医生的医术我见识过 非常高明 这一点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军林 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有这么年轻的中医吗 钟华灿也皱眉道 钟总 这种大事上 我怎么会开玩笑 叶医生的医术非常高明 这些我可以保证 不行 我绝对不让他为我的儿子看病的 这么年轻 没有考取过医师资格证 出了问题怎么办 闻圣雪一口否决 钟总 我是带着陈毅来的 如果钟总信不过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李军林有些无奈地说 好 我相信你 去把文文带出来 钟华灿转身向妻子吩咐道 不行 我不同意 文圣雪喝道 去带出来 看一下没事的 钟华灿眉头一皱说 说心里话 他是不相信叶好轩 能有多高明的医术的 只是 这是李军林的一片心意 他不能服了李军林的意 毕竟在清远 李军林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文圣雪有些恼怒地瞪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愤愤地离开 过不多时 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女人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走了过来 叶好轩一眼便看出 这小孩有问题 大凡三岁的小孩正是活蹦乱跳的年纪 而这孩子明显的目光有些呆滞 而且他的双腿微微有些弯曲 显然是腿部有问题 哎 这就是犬子 今年刚满三周岁 只是现在还不会说话 也不会走路 去医院检查 一切正常 钟华灿叹了一口气 说道 他近五十才得子 这也是他唯一的儿子 如果这个儿子一直这样 那他庞大的商业帝国将后继无人 大凡小孩 在九个月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蹒跚走路 一一学语 而三岁还不会走路 不会说话 这就一定有问题 皱皱眉头 从精气神上来看 这孩子与正常的小孩 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因为生在大家族的原因 营养很好 很健康 他走上前去逗了逗孩子 只是那小孩的目光 呆滞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毫无兴趣地 把目光转到一边 不理会叶浩轩 叶浩轩伸出手 想为小孩摆一下脉 而一边的文圣雪 一把将孩子接过来 喝道 你干什么 我只是想为孩子拔把脉 洗手 消毒 然后再把脉 文圣雪喝道 叶浩轩的心里 腾得起了一团火 他还从未遇到过 这种求医的人 先是在门口被卡了大半天 然后又是一个化名结雕男 再只是孩子父母的不信任 甚至连把个脉都不让 他是医生 奔着技术为怀的心 以及李军林的面子 他都忍了 只是这孩子父母的态度 让他恼火不已